一个学生小班教学 这是苗栗武荣国小 目前仅有的三名学生 朗朗读书生在这校园 要走入历史了 因为没有新生 三人毕业之后 学校空了 要关了 因为毕竟是待了六年的学校 所以有点舍不得 毕业以后没有学生 可是我还是会回来看看 国小六年时光 学生人数少 互动更密切 四月份校庆的时候好热闹 校友 家长也来参加 我生开 我的名 大家都穿粉红运动衫 其实只有十名学生 就是人数少 家长 校友 社区人士 大家一起来凑热闹 校长表示 已经两年没有新生 今年四月二十二号 新生报到日截止 发现本校也没有新生 换句话说就是 连续两年都没有新生 扣除六年级 即将毕业的学生之外 七名在校生已经转学 转往一点八公里外的 南湖国小 弱大的校园 九名师长陪三名学生 一起到凤凰花开的毕业季 师长比学生多 毕业奖项也比毕业生还多 毕业生都是前三名 可以抱回一堆奖 不过师长更希望 他们熟悉团体生活 顺利迈向下一个学学旅程 下学年开始没学生 校园转型 教育处表示 会在教育用地的基础上 提供给社区最适合的方式 因为少子化跟搬迁等原因 全台偏远地区可能面临没有学生的处境 教育部统计 109、110和111 近三年有16所国中小停办或搬迁 至于112年还在统计中 TBS新闻谢国金无数评 苗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